柯文哲假账风暴延烧 民众党内外炮轰 黄珊珊甩锅卸折 中平会下周将讨论是否开闸 而法界专家更怒呛 检调开了7张的搜索票 查民众党的伪造文术案 淡办贪污还有王毅川的 非法监控案却是无声无息 简直太离谱 柯文哲政治现金爆假账案 竞选总干事黄珊珊和财务长李文宗 通通推给会计时短姆正 传出短姆正征讯时喊冤 觉得自己成了替罪高杨会成为民众党的愚文 而党内外一片骂声 中平会也将讨论是否开闸 黄珊珊等人 法界有人质疑账目是否登陆不实 检调查个未造文书却缤纷气路大搜索 对比两个月前 王毅川自曝能透过手机讯号定位 掌握上千名抗议群众的身份等个资 涉及监控百姓的国家级丑闻 为何分案两个多月 检调无声无息 办不出来 你为什么不搜索王毅川 你讲啊 七张搜索票 弄柯文哲 王毅川 连一张搜索票都不用开吗 我们的国家机器 你们在监控 好乐哦 好爽 好乐哦 好爽 第二地茶 好喝又两爽 那接下来台积电 往上面来讲 一记笔记稿 一记笔记稿 那我们之前讲台积电的时候就 凭什么分析 我去参加新北耶诞城干你屁事啊 我有允许你分析我的行踪吗 我的消费行为吗 一群垃圾 办伪造文书案 剪掉七路搜索 相关者还百万重金交保 专家痛骂 简直是拿核弹打小鸟 民进党贪污案都没怎么办 郑文餐那个是贪污案 贪污案你不给搜索票 这个伪造文书 你开七张搜索票 你是什么叉叉标准 你们这些法官检查官 你们在混什么 离谱啊 乱七八糟啊 撞死一个人 二十万三十万交保 比比皆是啊 这种案子 一百万交保 一百五十万交保 你笑死人啊 你什么毛病啊 他要搞你的时候 他就耀武扬威啊 像王毅川这种的 龟缩的跟什么一样啊 柯文哲暗讽 检调和绿媒 不断带风向 若真有心办案 就发马过来 看柯文哲 我都觉得奇怪 我好像快要被抓去关了 三大案 要问就赶快来问 行则轻的伪造文书 敲锣打鼓拼命办 对比民进党各种贪污案 泄密案 不是无声无息 就是办不出来 柯文哲有没有错 司法有没有被操控 民众睁大眼睛在看